大家好我是大木 今天我們來帶大家來看的是我們營地建築大師珍妮的家 像他的創意建築 往往都是參考於我們現實生活中真的可以看到的房子 像現在這一棟 給你們五秒鐘想一下這棟像什麼 好 時間到 像不像我們之前花蓮很夯很夯的一個星巴克 沒錯啦 他今天的房子就是完全參考那個花蓮星巴克做出來的 真的很像你知道 然後我們一樓也是做的 就是給大家喝咖啡的地方 或者是吸煙 然後 廚房的話也做在一樓 這個設計 像他本身是一個非常 對料理非常熱衷的一個人 他上次還規劃一個料理成分表給我們 讓我們去知道 做出這種東西需要用哪些材料去做 很厲害 真的是很細心啦 我只能這樣講 然後這邊的話是一個廁所的設計 然後 只是 貼牆電網擺在廁所裡面 我很怕尿尿的時候會電到老二 然後我們去往上看 這邊的話是交易廳 就是 或者是客廳 他不會讓人家感覺很死冷的感覺 就是 雖然是鐵皮建築而成的 但是 也是蠻文心的啊 可能是因為有 加了地毯去點綴的關係吧 我們繼續往上看 三樓三樓 三樓的話 這邊是一個小型的工作室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連接 兩邊貨櫃的橋樑 讓 讓他們連接起來感覺不會 不會那麼的死板 然後 繼續往上看 這邊是一個 客房的概念 很多的 椅子 很 然後 跟這個長椅 還有兩個 一個 床 然後 然後呢 只是這道士權限也開給我吧 我想吃啊 繼續往上看 這裡 來到了 四樓 四樓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他儲藏室 這就是一個 所謂 強迫症的儲藏室 為什麼強迫症呢 他全部都是用了一模一樣的 經典九粿 然後全部三個擺在一起 擺得很整齊 太整齊了 這真的是 強迫症才會 做出來的設計 跟我一樣 可能大家都出女座吧 我也是 我不知道他什麼星座 我覺得應該是出女座啦 然後對面是瓦勒家 瓦勒家感覺也是非常厲害的 只是他 感覺還沒完全蓋完 不然的話 我可能下次也會想去他家看一下 來 繼續往下走 這邊的話 就是他的小龜房 然後 這邊做一個地膽 跟兩個小沙發椅 感覺像 像是要給 兒子或女兒 玩的地方吧 然後他的 藍圖工作室 那個 他最近也會幫很多人接Case 就是 他會幫你設計 房子 而且都是 非常有創意 像前陣子他還 引記空果帳號 直接用自己的手機 幫 玩空果帳號去 蓋房子 我覺得這樣是 有效且實際 而且有效率 而且比較 容易達成自己所想像的房子 我覺得他也是非常的細心 而且 蓋房子是件大事 這不是幾分鐘能蓋完 這是幾個小時幾個小時的事 所以他很用心在別人的房子身上 我覺得是 非常厲害的 就是大家都要謝謝他 非常 非常感謝他 然後他總體的建築分數 這個貨櫃屋建築分數也來到了 三千六百分 就是非常及格 非常高的一分數 然後 差不多這樣 然後 真的厲害喔 這個花蓮貨櫃屋造型的 創意房子 來自於 芝妮亞